每一次上课我会大概回顾一下 上一次上课 并且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部分 首先的话呢 我会把每一次上课的录影都放在教学论坛 论坛我们是这个连结 不要加错了 这个连结里面进来的话 理论上如果你有登录进来 我也帮你加进来的话 理论上你每次都会收到这一封信件 因为它这个论坛会自动转信到你的信箱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自己到这个论坛里面看到 就是每次上课的影片 上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总共有六个小时 总共我有分成十四段 OK 那包含就是说 我们的课程到底上课内容 然后再来马上我们就进入到课程的重点 就是把环境装起来 不过这个环境装起来 我刚刚还是有一些同学会有一些小状况 比如说最常遇到的是 跳出来Eclipse的时候 它会跳一个找不到JRE 就是Java的Runtime Environment 基本上就是说 你电脑里面可能没有装Java的环境 Java环境还有一个麻烦部分 就是因为它有64位元的跟32位元 即便你有装 可是你装错版本 那它也会执行错误 OK 那因为我们Eclipse是64位元 所以你可能要装的话 要装64位元 它执行才不会有错误 那为了这个问题的话 后来我是有重新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因为太多同学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把懒人包 这个2019部分 重新再打包过了 那里面的话 我干脆直接 我把Java的环境 直接就放在这个懒人包里面 以后如果说 假如你电脑即便没有装Java 基本上也不会有问题了 我已经把它重新再 再把它重新打包过了 那不过会需要重新设定一个地方 就是Eclipse里面有一个设定档 叫Eclipse.ini 它的位置刚好就是在我们 Eclipse的位置的旁边 它有一个设定档案 那个设定档案的话 基本上它会是在Eclipse里面的这个 Eclipse执行档下方会有个什么 Eclipse.ini 它的图示是一个 有点像那个齿轮状 就设定 那你可以按右键把它编辑一下 那编辑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编辑里面的第二行 OK 这个第二行的话 假设你们是用的是 我网路上的版本的话 那才会有这个第二行 如果你是用的是旧版 比如原来电脑里面 那就不会有第二行 那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Java的路径 那我已经帮各位 把那个Java的这个 Java的这个整个环境 都把它打包放在那个 我们Eclipse里面 会有个Java 这个是我把它打包的 那只要以后 你这个路径的指向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是放在C底下 C的哪一个呢 Eclipse.python 底下有个Java 那当然我是指向里面有个bin 的一个什么Java W.exe 实际上 那个 Eclipse 是需要用这个去帮它run 所以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当然不能run 或者是说即便有 但是你这个第二行的位置指向错 也会实行不起来 比如说我这边示范 假设好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这边改成D好了 OK 那当然这个位置是错的 就在D底下没有这个东西 我理论上我把它执行 那Eclipse 它应该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有没有 什么 这个JavaRuntime 什么Environment 就JRE 它找不到 那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档按右键 编辑一下 把位置改成正确的话 改成C底 现在这个地方的位置 OK 只要对应关系对的话 那我再重新再把它run 起来 Save一下 你会发现这样子 Eclipse 就可以很快的执行正确了 那上个礼拜 对上个礼拜 上礼拜五 我们已经写了一点东西 那是放哪里 放我们现在电脑里面的Workspace 我是放C底下的这个 什么Python Workspace 2020 我是放这个位置 你们可能如果放不一样位置的话 你就把它打开 那上个礼拜写的程式呢 也都会放在这里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备份回去 比如你在这边写完东西 你就把C底底下的这个目录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抠回去 那也可以放到你的电脑的同样一个位置 那你开启Workspace的时候呢 就去找到这个你抠回去的那个资料夹 那也可以 把那个这边写的东西全部都带回去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吧 给整个带过去 因为一个Workspace呢 那就会是一个资料夹 OK 那把它Line取一下 另外有同学可能用别的编辑器 比如用什么Spider或什么的 其实Spider的缺点就是太阳春了 它没有专案的概念 那但是写起来很多地方是差不多的 可是就是我是觉得还是太阳春了 有些东西有些功能就没有 那当然用起来其实就不是那么顺手 那这边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上个 开启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其他我想相关的东西 包含就是设定 Eclipse里面最重要就两个设定 一个是我们要跟他讲说 我的这个什么呢 Python的位置在哪里 另外的话呢 要把这个环境变成UTF8 OK 所以上礼拜讲到 这个Preferences里面的PyDiv的什么 这个什么Interpreters里面的PyDiv 这个地方 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设定的话 没有跟他讲说 你的这个Python的位置 那你就没办法去拿这个来开发Python 另外一个是General 上面这个地方 有个Workspace 那把它改成UTF8 大概这两个地方更改 那就可以来写一点程式了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反正这细节我想 如果你对那个细节不太了解的话 可能就是把上个礼拜的影片 再稍微把它回顾一下 另外的话呢 如果后面要继续写程式的话 那很简单 以后的话呢 你记得哦 只要看到你要写一个新的程式的话 你就直接在SRC上面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这个PyDiv的Module就可以了 反正以后的话呢 就新的程式就是新Module 新的Module就OK了 反正就照这样写了 我想我们尽量不要把环境弄得很复杂 然后呢 你就熟练它 慢慢的话 你习惯它就一直写程式了 那其实 我觉得这个课程最重要 就是你要熟悉那个程度的 那个程式的写法 然后多多练习 最重要是什么 你第一个 一定要不能写错任何一个字 因为不能有bug 第二个的话呢 可能除了要 不能写错之外 还要写得快 你不能慢慢写 因为有些东西 程式会越写越多 所以你可能要有一定的熟练度 所以啊 目前这些课程 可能慢慢我会要求各位 第一个 你不能写错 第二个要写得快 写得快不容易 因为你要写得快又正确 那除非说你每天练习 练习的次数 至少要蛮多次的 一能而已 我觉得至少 像为什么我们可以打得这么顺 可能也许 程式已经打得超过千遍以上 OK 当然你不可能一下那么熟练 不过可以慢慢累积了 OK 好 那请各位先第一个把这个环境打开来 然后稍微复习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接着继续来看什么 来看下一个单元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云端排版 云端排版里面你把第二单元打开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写啊 写另外一个变化题 什么呢 BMI的部分 如果我今天希望啊 嗯 写一个BMI的练习 那BMI 什么叫BMI 你可以Google一下 也许Google得到结果 他他他会告诉你说哦 这个BMI呢 基本上哦 BMI 就是呢 你需要BMI 你Google BMI BMI值计算器 这个 那他需要两个输入值 第一个输入值是升高 第二个输入值是体重 那输入升高跟体重 之后的话呢 就把什么呢 BMI等于什么呢 等于 那边还有公式哦 对这个 把他的体重除以升高的平方 那就BMI 然后这个BMI呢 底下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说呢 他到底是不是过轻正常或者是过重等等等等 那我如果希望将来做出来结果啊 可以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说呢 输入一个升高 输入一个体重 那他就自动帮我 这个上面两行是input 下面两行是output 你的BMI的结果呢 是24.49哦 OK 然后呢 评语就把他的评语秀在底下 那这个地方呢 要该怎么做 好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那个上一次的环境先弄起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 BMI的这个裂起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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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